因為隨著現在剛剛講 自由行可以來 所以再加上年底的部分 然後到明年初 即使不能來看投票日的那幾天 因為投票日那幾天 那麼要看就是 如果特別是在念書的部分 他們的假期是不是 已經開始放假了 耶誕假期的延伸 或者因為1月13號 台灣的投票選舉 大概最激烈的這個造勢 還不是當天 投票當天沒什麼好看了 結果 也不能造勢了 對 前一兩天的那種 全台灣的大造勢 其實長久以來幾十年來 無論是年輕人與否 包括很多的海外的一些觀察家 我的很多的海外日本 韓國 跟歐美的部分朋友 都會在那裡提前一個禮拜來 感受一下氣氛 跟很多人聊一聊 那麼現在這個部分全台灣 我想現在確實是 在整個華人世界裡頭 台灣的自由投票的 民主投票這件事情 無論你不是從政治的角度 就這個社會的氛圍 還是可以來感受一下 我知道很多人是這樣子 比如說很多的 所謂中國年輕人 是中國大陸來的年輕人 他們也還蠻想跑去 本土民進黨的人去感受一下 然後感受一下緊張 他們很多人害怕被發覺到 會擔心被打 不會啦 不會啦 可是就是說在那個地方 不要有一些 政治的大的動作 大家去感受一下 不同的政治氛圍 這也是蠻好的體驗的 是 剛剛上次哥有提到這個 哎 宗教對不對 我們就來談談 其實提到宗教的融合交流 哎 有大事要發生了 深大事 在11月 是嗎 這個美洲媽祖 要來台灣了耶 哇 這是宗教界的盛世 而且呢 這個 而且他的淵源 其實還可以推回去 哦 好像很有淵源 真的我要請上次哥 來分析分析了 我想這次的11月份 其實對所有 有媽祖信仰的人來說 台灣因為媽祖信仰 非常非常多人 對不起 非常非常多 北中南 非常多 其實是幾百萬人口 現在預估 包括基層民間 台灣只有兩千三萬人口 預估在媽祖的人口 是超過五百萬的 也就每四個人當中 有一個人其實都是 信服媽祖的 無論虔誠度如何 就是說至少可能 都對媽祖信仰都是在 那台灣的都知道呢 我想包括北港朝天宮的媽祖 另外大甲媽祖 另外還有包括白沙屯的部分的媽祖 現在大概就三大媽祖 另外其實還有包括 陸港天宮公的媽祖也是 我想至少這四大媽祖 在台灣的部分 其實都是各有各自的 這個信徒影響力都非常大 這個影響力不只是在 社會信仰民間 甚至也包括在整個 政治方面的 這些主要當面的 維護媽祖的這些董事長 基金會的負責人 其實在地方都很有勢力 所以也就是說 八祖的深入民間的這件事情 是毫無疑問的 那麼現在其實11月 應該就是非常久違的 就是說上次 美洲媽祖來台灣的部分 已經是很久了 飛遺傳非常久 我想已經超過十多年了 那麼這次能夠安排來 那麼當然是中國大陸 這個部分 無論國台辦或國家宗教局 其實都是同意的 那麼當然主要還是台灣這個地方 始終的媽祖信仰 那麼各個的都是從 你知道所謂的媽祖信仰 其實就是從福建的 美洲媽祖來的 那麼而且在台灣發展很多之後呢 就是它的分分分分 也可以這樣講 那麼當然其實就 來的部分時間不一 有的甚至是很早到 包括明朝末年 清朝都陸續續續有人來 然後還有一些神奇的 比如說海中撈到的 各式各樣的媽祖的這種 這個項分來都是從大陸來 那麼而且要記得 現在美洲在福建 美洲的媽祖當然有非常大 有個媽祖非常巨大的塑像 但我得要講 整個福建美洲媽祖的 包括那邊的寺廟 包括興建等等 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台灣的 這個民眾信仰的信徒當中 不斷的回去捐 來興建的最主要最主要 我想這個部分 大概都已經是二三十年 從兩岸探親慢慢的開放 不是近幾年喔 就是說一九九幾年的部分 大量的很多美洲媽祖信仰的人 就回到祖廷 到美洲媽祖的部分 就開始出錢出力 那當時其實在 有關於媽祖的信仰 在中國大陸當中 還是比較謹慎的 那麼隨著這幾年當中 中國大陸的整體國家政策 對於媽祖信仰當中 跟它開放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七月份的時候 五月份的時候 我到粵港澳大灣區 上次也提到嘛 上禮拜我們提到在南沙 也有觀眾有留言說 南沙有個天后國 所以有關於天后宮 對於媽祖的信仰本身 我想毫無疑問的 在整個中國大陸 都是廣泛的開放的 所以這段期間 兩岸交流 現在如果在政治上當中 即使偶爾有有些阻挫 所以在疫情期間的話 基本上是封鎖跟斷絕了 但是這兩岸當中的信仰 要知道臺灣的信仰當中 信奉官帝聖君 也就是官公的 那麼其實包括很多的佛教 佛教雖然源頭來自印度 但是臺灣的很多的佛教信仰 包括禪宗的思想 主要的幾個山頭星雲大師 然後先前聖人法師法古山 然後包括佛光山 也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那更不要說 我想現在信仰第一名 在臺灣民間的媽祖 所以這次十月份媽祖來 在臺灣會有多大的熱潮呢 毫無疑問啊 所有大概媽祖的地方 只要尋回所到之處 這次的路線 好像是全臺灣會繞一圈 包括花東地區 這要環台自由行嗎 所以我相信現在環島這件事情 你知道知道 我們在臺灣的媽祖的部分 大概都在西邊走來走去 因為它有固定的路線 我之前因為 因為新聞採訪的關係 我跟過一兩次 全程嗎 算是全程 好久沒有影響 所以這一次的話 我相信有一些人 可能收定跟著 媚洲媽祖全臺灣走透透 在十一月 那麼這個會有多少人 你可以想像 然後兩岸的部分 會展現一些 我相信對於和平的期待 大家對媽祖 拜託拜託不要打仗 這個部分應該也都會 充分的表達出來 是沒有錯 這個另外其實提到佛教 佛寺 其實呢有法門寺 他跟佛寺設立的淵源 等等的 這個後面其實有很多的故事 要不要請上去跟我們分享一下 非要說其實剛才講的 像媚洲的媽祖來 其實應該推塑 這個兩岸當中 真的就是在2002年的時候 當時在山西法門寺的 這個佛寺設立 那麼來臺灣巡迴 那麼那時候巡迴 真的是萬人空巷 那麼所有的佛教徒 所有全臺灣 全臺灣都說佛教有各自山頭 那山頭不是互相競爭 因為大家的門派跟路線 跟傳承不同 可是在那次真的是大團結 從北到南 那麼所有佛寺設立所到之處 佛教徒真的是夾道歡迎 那個整個盛況的部分 完全不輸 我們看到的部分的媽祖 我們都知道在佛教徒方面 基本上因為作為修行本身 他們比較沒有那麼多的 所謂這種街頭的信仰活動 動態的活動不多 所以在當時 法門寺的佛寺設立來的時候 那個部分的夾道歡迎的部分 也讓人家看到 就是說我們是從這個宗教信仰 去看見 因為所有的宗教信仰 都是從中國的文化 幾千年的文化展展傳出來的 一直流傳下來 法門寺佛寺設立當中 一直從唐朝的部分 那個時候所興建 法門寺流傳帶那邊的地宮 所以因此也會在思考 這個佛寺設立的時候 就會去回溯到很多唐朝的文化 唐朝的歷史 文化的當中有很多迷人的地方 像我身邊很多的很厲害的朋友 他們都宣稱他們是唐朝 輪迴轉世 然後很多女企業家宣稱 也在什麼 楊貴妃是嗎 愛吃荔枝吧 責變 你就不該就問自己是楊貴妃 我應該不是 我應該不是 很多人是女企業家 還以為自己是無誠典轉世 總之就是這些荒謬的背後 也代表著這種 我對於文化情懷的延續 那麼當時的包括佛寺設立對唐朝 我相信11月的部分的媚洲媽祖來 也對於媚洲 因為媚洲媽祖我們都知道 在整個約面當中 他其實受觀世音菩薩啟發 在當時的部分 在明清的時代 那個時候包括在對於海 漁民動盪 然後成為漁民的一個救贖 跟祈求安全 然後漁民本身 那麼漁民的家眷 面對於就說出海之後的 恐懼 畏知 一切的想望 一切的起來都投射到 就是林茉娘媽祖的身上 所以這裡頭有很多動人的 文化故事跟歷史淵源 我相信在媚洲媽祖來之後 又會有一波的這種 所謂的復古風 跟文化的研究風 也就除了在宗教信仰之外 也能夠增添 我們對文化的深刻了解 沒錯 其實這整個反映 反映的是所有 不管你是住在哪一個地方 你的職業是什麼 大家都希望能夠和平安定 穩定 沒有風雨 沒有風浪 能夠大家和和樂樂的 一起來在這個在世 這一個能夠快樂的 享受這一世 現代的生活 這很不容易 大家能夠現在過著 安和的生活很不容易 真的 這個背後 真的是很多人的努力 你看 最近突然又打仗了 對不對 那麼以色列 在那邊那邊 哇 這個這個 對 那邊當然有很多的 歷史淵源 很多的恩恩怨怨 在那邊也是有一些 宗教因素在裡面 但當然其實打仗真的 沒有人會是贏家 大家希望全人類和平 都有非常非常的多的 愛跟和平可以追尋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 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 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紅色